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90585973 借工 如此时代 无遂悲哀 不如唱下歌仔 轮盡时事话题 骂爆醉人 同极世人 又或者讲下人生 重温成长荒谬 轻轻松松一笔钟 声动极世 主持姚冠冬 陈家费 吉他方公乐 大家好 第二节 声东击西 轻轻松松一笔钟 去了半个钟 现在就继续 第二节 继续唱歌仔 继续唱歌仔 讲一些时事的话题 今个礼拜日 10月19日就是这个立法会的选举 是这个完善了的选举制度 立法会是不是几个都在一起 什么选举 不不不不 立法会 铺天盖地 竟然有艺人 艺人吗 是啊 我正想说的 有啊 铺天盖地这样宣传 就告诉大家 12月19日我们香港有一场立法会的选举 完善了制度下的新立法会选举 选举爱国爱港的人的立法会90席 用来成为了新的立法会 20席地区 30席高能组备 40席是不知什么戒别的 什么戒别 你讲清楚 选举你不要乱讲 那个叫选委会戒别 是呀 就是选委选出来的 那天有免费车搭 是啊 没错 很稳定 是啊 上个星期最大的新闻 就是那天竟然有免费车搭 我一定带你去海洋公园投票 喏 我觉得西非来的 就是这个完善了选举制度 未选到谁做立法会员 未选就未选出来 我们香港人已经看到好处了 就是我们有一天是免费搭车的 天天有得选就好了 做福人群 整天选举就好了 支持任何人连任 但是我想说 香港经历了无论数的台风 这么大事的事 我都没听过 活了四十几年人 在香港没听过 全港免费搭车 原来就是因为一场选举 竟然就可以 好东西啊 有免费搭车 正啊 正啊 既然是可以的话 以后成立免费搭车了 国庆是不是应该免费搭车啊 过年呢 过年 过年 不关事 不关事 不政治 过年哪有政治 隨便 抗日 那些什么 勝利纪念 又是免费搭车呢 yeah 七一 七一 特区成立 下年二十周年 是不是全城也是免费搭车呢 直接要搭的士 没错 连的士 都有免费 我有一个问题 你的登记票站在哪里 不知道 你的登记票站在哪里 上次区议会 上次区议会 不记得了 应该你也是在门口 尖屋 尖屋 尖屋就试过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间学校里 有的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住在长沙环的时候 我在楼下的屋邨石灰会堂 大约是三分钟路前走过去 既然要选一个代表 就代表你自己的区 起码都在附近 不论选区如何画街 是应该在你家附近的 因为它有很多个票站 一般来说 票站都会是最接近的那一部 那乘坐什么车呢 乘坐什么车呢 为什么要乘坐车呢 何解呢 那莫非我带去山堂过球票 是不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 它只是供新界居民 我们也知道 大埔多大 就算在你家去票站 真的要乘坐车 我乘坐6车 我去占屋 虽然走路 我可以乘坐6车 你的票站在哪里 你应该不知道 知道 你现在搬了 你现在大埔还是老天 老天 你这么厉害 你登记转地址和选区 他帮我转的 你不会他帮你转的 是他帮我转的 不会转到的 真的真的真的 为什么呢 我本身在大埔投过票 不会的 真的真的 我没有转过 帮你转了 但好笑 我收到一些人没有转到的 明明自己去了选区委员会 转了地址 他竟然是 但还在去旧地址 接着我就串钩他 我说 真正 那你真的坐车 这个政策 我觉得表面上 好像很正 但实际是搞笑 我想说 实际是对选举完全零帮助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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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无差别的免费 给人搭车 那如果那些人濫用 那怎么办 是不是 那些黄丝濫用 这些东西 就逼人爆些公车 那又糟了 阻止了真的投票的人 是不是 你是应该拿出一张银卡 都不行 那些人都有银卡 那你是不是阻振着 真的去投票的人 真的去投票的人 其实不用坐车 是啊 真的去投票的人 反而是不用坐车 所以你这些政策 你便按钩 要说 你免费坐车 就可以引到人 其实这些就是用屁股去想 我们为什么经常都这么生气 就是你想这些东西 就算帮阿公想想 你也想到这么生气 你也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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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都逼爆了 那天免费坐车 现在整个街市 整个大埔去街市 都在说 真正 去哪里 你也好啦 星期日有假 放一天假 過海啦 很久没有去港东 接着最好笑 我有个网友 我有个网友 他PM我 他问我 大埔有什么好吃 好玩的地方 好笑 他可能本身住在鸭尼州 是啊 我真的迷幻 就是今天 他就问我 其实他 他来那里吃饭的东西 都熟悉的东西 都叫做朋友 那我 很神奇 我说 为什么想进来大埔玩呢 我没有 那天免费坐车呢 我打算 很久没有进来大埔玩 那他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不是他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全城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你想想那些2元乘车友 那些阿伯 那些阿叔 每个星期就吵你 天天就去吵你 2元乘车 就吵你了 那是太兰气 是啊 乘轮到他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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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搞到他 他不担保 那天香港交通 就是吵你了 各个站排长龙 我觉得最好笑是这样 但是票站没排长龙 我怕 那票站没排长龙 那票站没排长龙 那巴士站都排了长龙 那些很偏远的 例如海洋公园 例如迪士尼乐园 爆了 但是那些票站全部 门堪落着 那就是大陆落落 到时候你的新闻画面 怎样呢 所以你这些特区政府 你这班AO也好 那些官员也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 馮华你有没有想过 林郑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到时的照片 有多弱酸 整天的票站是没有人的 有几个 工作人员比那些客人更多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又说要什么队 又说要什么 也认识不少 又说要长者队 又说要长者队 又说要 我认识不少公务员 其实有部分 因为票站的助理 或者那些负责人 它其实都是公务员自己报名做的 我也知道 其实有不少我认识那些 它本身没有报名 但是也夹他们要做 因为不够人 所以我相信到时 每一个票站的人手 真的会有很多 我估计 所以你想想 如果当日的投票率 是不高的时候 你想想 如果当日的投票率不高 那你还要屌尼老尾 对于政府的工作 林郑说的公信力 林郑善治 公信力高 公信力高 那些人才不投票 是去说的 所以其实它是为了这个目的 很搞笑的 现在呢 全城所有有代表性的人物 都走出来叫人 今天星期日 有什么投票 又说怎么样 又说什么 你说也没什么所谓 你一定要说 但是最好笑 他们是找一些理由 出来说那个好笑 例如他们在那装 在那装 在那装 死装 烂装 即是一样好的东西 你是不用装 都有人去买的 那是 但是你装 我拜託你也装得有点点 我拜託你找一些 新穎一点的点 是吧 现在它装 是完全不合逻辑地装 怎样叫做不合逻辑地装 例如有人装 例如护理界的 例如不知什么 医护人员那个会 就说 我们现在更加有代表性 因为以前 现在中医也有得选 例如 有些人 还会说 现在这个制度 就更加有代表性 不断裂着 在那裏说一些 就是党八股 不是你白洗为零 你甚至 甚至 甚至连MIRROR 都找到ViuTV那裏 叫人去投票 即是连MIRROR 你都找到 MIRROR又真是 屌你了 叫人去投票 是吧 我想问 你那些很喜欢MIRROR的黄尸 那你又怎样看呢 你自己又怎样看呢 你是情何以堪呢 那你们是不是会 因为你偶像 叫你去投票 船又买 那你又真的会 改变你的决定 或者你会 听了他们的呼吁去投票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还未知道 现在整件事都未知道 就是我们看到 很多人 就不断不断地 拿点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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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替他们惨 甚至少说这么多 如果选举制度是完善 如果选举制度是好的话 找到一些爱国爱港的人 去治理香港 而这一件事 又是大家民心之所向 又乱入治了 又可以发展了 又找到钱了 又找到钱了 找到钱就快乐了 如果是这么正 笋的东西 是吧 是一条美女 你不用卖的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你越卖 就变成了反效果 你明白吗 就好像夜总的那些妈妈 明明是丑女 这个 不行 我不喜欢这四眼妹 不是啊 四眼好玩啊 四眼结賓周好 然后又说 不是啊 其实她的球都挺大 但是她的样子 不是什么 巧巧才好啊 她好像是lady的样子 你明白吗 作为你 张森比己 你会怎样 我留男女平等些 明明你的手袋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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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个 成功的例子 就简单 你不是看上次 区议会有多少人投票 不是啊 上次立法会都是七成 是吧 接近七成 你看上次区议会有多少人投票 你就用回那种模式 不是啊 最好笑的是 今天我看到一个 好笑的 我真是 我真是听到 我今早听新闻的时候 我真是笑了出来 她是什么呢 她是一个什么人说的呢 就是这个 盧文端 立法会选举 星期日举行 全国桥联的副主席盧文端 就在报章那里贊文 指今屆的投票率 必然会低 就是套还是头盔 是正常的现象 如果对投票率 有过高的期待 反而不切实际 她强调 投票率低 不应该简单归纳 作市民对新选举制度的不满 她说香港作为经济的城市 市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不高 加上今届候选人的数目和知名度 都大不如前 动员能力及竞争程度 不能同日而语 但中央对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充满信心 不会因为投票率的高低而有所动摇 盧文端又称 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 不搞清一色 相信不愿见到建制派传胜 如果建制派传取 或者几乎传取 九十以值 不符合新选举制度的本意 她认为西方反华势力用尽手段 希望非建制派支持者不投票 令非建制的候选人 全军进化 撤置 选举陷阱 认为建制派传胜反而是传胜即书 其实盧文端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现在是帮着阿爷 帮着我们伟大的祖国 叫人宣传 你将来星期日投票 你作为什么 你作为全国桥乱 一个洪独不能的组织 你不想说好就说 你出来带头盔为什么 你出来说什么 未来星期日的选举必然是高的 投票率 这么完善的选举制度 这么好的选举制度 一定是高的 投票率 怎会是低呢 一定是清一色爱国者 一定是爱国者 建制派等于爱国者 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现在有哪些候选人 如果逻辑是爱国爱者治港 全部清一色是建制派 有什么问题 他们全部都是爱国爱港 证实了根证苗红的 那你现在的目标 是要选一些爱国者 来治港入立法会 那全部建制派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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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为什么必然会低 那你现在 是否正在质疑国家 你现在正在质疑中央 为我们安排这套完善的选举制度 是不是 你现在正在质疑 你现在正在质疑 接着他 他扣头盔 之中再扣 他说 哪会低 是正常的 我想问 什么时候正常 投票率低 近几届的选举 越来越高 那不正常 近几届 是越来越高 怎会正常 怎会投票率低 是正常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上次区议会选举 七成多 上次区议会选举 七成多 上次区议会选举 上次区议会选举 七成多 怎会是正常 数据支持 你说正常 这段好笑 这段好笑 空片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他说 投票率低 就不应该归纳为市民对新选举的不满 他说 香港作为经济城市 市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 如果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 我们怎么会有黑暴 我们怎么会有2019年的黑暴 那些年轻人就是参与政治 47个初选的参与政治 现在都被抓住了 坐牢 是吧 怎会不高呢 就是越来越高 所以才是要再完善选举制度 现在是 你懂不懂 你在说什么 你出来 你出来 表忠 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 你这些小丑 我拜托你穿漂亮点 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 你真是智障 你出来说这些 他当别人也是智障 他真是好 他真是好 他说 加上今届候选人的数目 和知名度都大不如前 那就是 没有理由的 全部都爱国爱港 那关知名度 有什么 我爱国就行 你看他的政綱 入屋政綱 你说 你很爱国 那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十个交流团 我每年都会上北京去考察的 所有的国家政策 这十年来的国家政策 我都有参与的 我都有参与研讨的 我有帮助香港的青年 在北上发展的 我自己在大陆有四个儿子 你应该是这样的 去告诉大家 我有多爱国 我有多根性苗孔 爱国者 我又爱港 我香港有十栋物业 全部收租的 六栋劏房 我参与香港经济發展 你要这样 那就是我爱港 那你不是说 那是应该 不关知名度和参选人数 你说什么 那你现在说这些 你是不是在质疑制度 他是在质疑制度 是吗 他最好笑 他说 但是中央对新选举制度 充满信心 不会因为投票率高低而动 那你 那你说什么 既然投票率 没有关系 那是不用说的 那你们高官 包括林郑月娥在内 是不用说的 投票率高低的 是不用说的 如果中央对这个选举制度 充满信心 那关于投票率 什么事 关于什么事 你真的需要要大头盔 麻烦你 事情真的发生了 事后你才来 你现在说来有鬼用 你现在要做的事 你一个僑联副主席 是要宣传 是要不断打给那些人 叫他们出来投票 包车 什么东西 蛇渣餅了什么 春野那些 你自己想吧 我不懂 那不用掌心雷 现在全部都自己有 整个贵账心雷 是全部的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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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他只是分那些 多少票 多少票是一号 多少票是二号 哇 你自己想吧 你现在做这些事 要不就找个美丽码拍 你觉得这个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贏了 你就拍他码头 最爆笑的 我觉得这次最爆笑的 就是那些所谓民主派 其实还有的吗 有 我都见到中间派 小部分人 你没了解 你看看政纲 快 不是叫你看政纲 你看看那些旗才行 真心为民主 有些逢檢基说 他真是普選 不是什么 没有讲中间 他们是民主派 神经 没有讲中间 现在没有讲中间 他们是民主 他们是争取双普选 冯檢基说 他争取双普选 冯檢基说 他争取双普选 他真的写双普选 他真的写双普选 我就算 我信你 不要紧 不要这么说 我信你冯檢基 是争取 不要紧 我信你 基哥 你告诉我 在九十分之一席 你如何争取 你如何做到呢 其实我不想双普选 我想知道 你如何争取双普选 我不想的 业文也是一个打十个 他一个打八十九个 他一个打八十九个 你为什么一个打八十个 业文 你得票 我要打八十九个 我让你选刀进去 你如何推动双普选 我想问 是不是 在立法会上 你有什么想做 如果有些事情 你不能在立法会做 那为什么你要去立法会 我真是想问 我真是质疑 我真是想问 那我为什么不投 其他那些 建制那些 你怎么跟我搞修桥整路 好 我知道你的目标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什么 最好笑 王永才正 王永如何宣传 叫人家投票呢 很正 你南永 熊永 熊永这个熊老才 熊永这个熊老才 他怎么说 怎样叫人家投票 他说 你想想 现在 那些分分钟 就算进去那些建制派 分分钟 他们那天三十多岁而已 一做 就做几十年了 可能做几届的 你知道 他们进去做 是不是 他就分分钟做几届 那你这一票就是很重要 到底你让他进去做几届 或者还是阻止他进去做几届 你自己想 所以一定要投票 是不是 所以你就要投票 那 好嘞 你南永 那样的point 都被你想想到出来 你果然是欺人中的人 欺中之霸 你果然是 你老母 第一 不要选举 不要理他 是不是现在的制度 你这个选举是选这一届 你下一届再选 是 是 你就算怎么样 一个制度 你哪个会保抗他 金届进去 下一届一定的 就算你是不是建制派 就算你全建制派也好 喂 你做得不算好 可能 喂 屌你了 另外一个建制派又崛起 可能你党外民建联内部 有些人又想冒起 又想欠 欠你的位 是不是 一定是你选到的 一定是你永续的 不一定的 人的东西 你怎样预计的 你这样说 就不道公众 你明白吗 南永这样说 你就是不道公众 你直接叫人去投票 就很简单 你说这么多点 做什么想法 这些事情 不需要说 是吧 总之 10月19日 你就要投下 你神聖一票 就说完了 是吧 到底你的票 是怎样神聖法 大家知道 葡天盖地的宣传 最重要是选到爱国者治港 那一定不会选不到 全部都是 所以无论你怎样说 无论你怎样宣传 香港人的票 始终都是你自己去投的 香港是没有法例的 如果你觉得 今次的选票率 投票率低 下次你就会投票 所有香港市民 你就立法 你不投就是坐牢 或者永久剝奪 你选民的资格 都可以的 现在无所谓 总之你一定要投 总之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投 就是这么简单 说了这么多 你是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选择 另一首歌 送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 我自己都相当喜欢的 这首歌 是最近 最近对于这个城市 有很多看法 但又很难唱 所欲言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 这首歌是 葉德贺的赤字 软软近近去 城市高高低低间 沿路断断断断断 那又终窄 跌跌碰碰里 头尽星星识识间 谁伴你 看长夜变了 Not at the end iała 笑笑 一生能有幾個 血脈跳得那樣近 相處如同陌生 闊別卻又覺得親 一生能有幾個 愛護你的也是人 正是為了心愛變懷憾 你我撤墜了 無法清清楚楚講 同屬你你我我愛的感受 世界太冷了 誰會伸出一雙手 圍著你 在營造的亂流 一生能有幾個 血脈跳得那樣近 相處如同陌生 闊別卻又覺得親 一生能有幾個 愛護你的也是人 正是為了心愛變懷憾 說說少少女 曾覺得歡歡喜喜 誰了老了變了 另有天地 世界太寬了 由你出生當天氣 同志意 每年先遠離 赤子是葉德韓的一首舊作 這首歌有時自己無力不開心 或者對於有些感受 我都會聽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無論你擺在人生 擺在感情 擺在其他方面上面 你都會有所感覺 因為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曲和詞 就是赤子 在面對接下來的所謂 這場選舉實在太多很搞笑的事情 不要說更搞笑 還有多少天 四、五天 四、五天左右 職務以待 當然要投票 大家進公民責任 我們投了這麼多屆 一定要投票 MIRROR也叫你投票 所以很搞笑 MIRROR的黃絲很喜歡批鬥 黃藍絲也很喜歡批鬥 香港人原來就是喜歡批鬥 無論是黃絲 無論是藍絲 香港人原來就是這麼喜歡批鬥 原來就是內鬥 你要留意他們喜歡偷批那些 可能是藝人 可能是KOL 但他們不是很喜歡批鬥官員 政府那些 政府說沒有 但相對之下 那個力度和那個圈也不是相差 他們打自己的人 就很能量力 後來就大力打 慣了 見慣見熟 所以現在據聞說 其實就算不要說什麼話 你好像早幾天 上星期 那個民主黨那個梁 什麼 那個副主席那個女生 不是說去了幫人站台 其實他自己解釋只是 經過拍照 已經在那個帖子上 已經是大肆批鬥 他說 看錯你 原來你是建制 還有有多麼奇 一個民主黨 對 有多麼奇 一直都是這樣 你現在才知道 你地溫才知道 所以民主黨沒有參加 有些前民主黨的人就參加了 還說自己得到 那個選舉論題 我不少聽到 我也有專門轉台看 我屌你老美 就是 那個選舉論題真是正 我專門看 通常看了 都不是一分鐘 我就受不了 喂呀 你們那些候選人 你知不知道在選什麼 現在在選愛國愛港 都說 要愛國者是港的 大哥 那些話 在那裡怎樣 自己不是愛國者都可以 我見到有些 好笑 然後有一個號稱是民主派 號稱是民主派 我連他的名字都不 不過我懶得提名 懶得因為 我又要讀他 爛產的東西 我很冷靜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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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們投我多少好一票 我說 我是堅實的民主派 因為我得到 全香港民主派的最大黨 民主黨的支持 我是正式的民主派 很多民主黨支持我 今次參選 但民主黨自己又不參選 那是怎樣 民主黨是不支持你民主 還是民主黨不支持民主 還是怎樣 還是你支持民主 那為什麼民主黨又不參選 為什麼民主黨又不參選 為什麼民主黨又要支持你參選 我真的不想明白 你明白嗎 是令到你好玩 你看到那些人 所以說一句 真是醜態不露 你說我當然是選建制派 我寧願選建制派 如果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的面子是怎樣 你說你爭取民主 然後又說得到民主黨最大的民主黨支持 然後民主黨自己又不參選 即是民主黨不支持民主 即是民主黨不支持這套選舉 即是民主黨不支持這套選舉 即是民主 那好了 既然民主黨不支持這套選舉 那你又做什麼參加呢 然後你參加 在選舉論壇裡面 你應該表達你怎樣 又愛國又愛民主 是不是 不是說你得到民主黨支持 即是怎樣呢 你是擁抱一套這樣 即是怎樣呢 你是 是不是 我搞不懂 你說這個statement 你是預期什麼 你預期什麼 所謂的民主黃絲支持你 即是 你預期什麼 難投你票 是不是 你都要 當你參選 你都要評估自己有勝算 你評估自己的票倉在哪裡 主要來源 所以我現在對星期日是充滿期待的 所以我四個字拭目以待 我真是很想見到一個立法會的新氣象 真的西非里 怎樣去見到它一個完善的選舉制度 是怎樣 是不是 所以這幾天 我想不過減 不過減 我花這半個小時講選舉 我想已經是在我們近我們的政治信念和光譜裡面 已經是很少有的了 即是半個小時講選舉 我見到其他的時事節目 沒有人理過那些選舉 沒有人講 你想一下以前那些 其實沒有講選舉 我覺得是可以的 為甚麼 你不講就是 你不支持 你不支持 你這樣就是暗淨 背後叫人家投白票 這樣就是選舉舞弊 我們 有麥克風 連MIRROR都出來叫人家投票 但我阿東 當然叫你出來投票 你想一下 以前那些選舉前的節目 那一天 我們通常都會有些 預測的分析 那些 應該猜你九龍東 建制派應該拿多少席 這個應該行 這個應該不行 這樣講這些 現在可不可以講到 我想問 沒有人講 不懂得講 現在大家都是 總之全部都好了 不要亂想 今天也有一宗火燭 其實 是啊 世貿 現在很冷靜 哇 連火燭也有 遲些 老闆 以前那些 我們七八年代 很多流行的 街兵 片傳那些 片傳 現在你飛仔打劫好新潮 下下都出些怪招 又出來了 那遲些會不會有收片 派片 那些 什麼 炮啊炮啊 你表演一下 你認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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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好 來來來來來 吃個夜粥 拿了錢來 對 我想上年多的朋友 一定經歷過這些 平時我們去的區域都很害怕 就是望角 九龍城寨附近 那些閘的地區 例如那時候的收茂坪 石甲尾 那些很害怕 以前的年輕人 我真的去到 我是爬底 不敢走進去的 我十幾歲的時候 到底香港會變成怎樣 都不會關乎一個立法會選舉 一定是關乎所有人的 所有香港人 連拜官 連民 連商 所有的人 才會拼購到 到底未來香港會怎樣 未來都未來 沒有人知道 什麼事都會發生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任何東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 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 所有東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 好了 到節目 還有一首歌都送給大家 為什麼選這首呢 又跟剛才那些那麼不同 是你選的 這首歌 我選的 我選的是上星期的主題 這首歌 除了歌名的關係 其實我自己喜歡這首歌 歌名是沒有關係的 跟我現在的心態 或者什麼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這首歌是 我是很愛國的 謝霆鋒 當然啦 加拿大籍都不能要 不能要加拿大籍 是一個純正的中國人 謝霆鋒的歌 叫做 《非酒不可》 伊凈德 multin Spoils lu! 完全沒有任何和編一青 不需要傷心 相深深將你抱Sir 不捨得開心 正在我內疚 你歡慶 以為邪陽 定會生氣 会令奇迹感染你 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 也不舍弃 装饰的鲜花 一般都不会结果 游客的距体楼内吸你身房 我用残余力气抚摸 证实你转身擦锅 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 放手给我 也许相恋这条路 击碑的怀抱 不够让我高攀进爱才衰倒 踏上分手这条路 才令我突然看到 你的天空宇宙之够 我流泪 不可跳舞 我的天空宇宙之处 我正在 bullet Judith primary mango 中文字幕——YK 不够让我高攀尽爱才逝到 踏上分手这条路 才令我突然看到 你的天空宇宙只够 我流泪不可跳舞 回头路窄 然而欲眼中找得到 要就得被你走 也许相乱这条路 祭秘的怀抱 不够让我高攀尽爱才逝到 踏上分手这条路 才令我突然看到 你的天空宇宙只够 我流泪不可跳舞 我流泪不可跳舞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世界 再跟大家见面 继续跟大家 心动激烈 拜拜 Good n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